我的诉求就是 如果要是说 他想跟他前妻好好过的话 就跟他前妻好好过 从我跟他认识到现在 反正对于他前妻吧 我都感觉他怎么都是 放不开的那种 因为我们也是再分家庭嘛 希望我老婆能宽恒大度一点 理解我一点 因为是为了孩子 我就是拉着孩子嘛 才跟他产生就是有信息和电话 孩子没跟我这几天 他以前没有联系过的 调解刚开始的程女士 语出惊人 一开口就说 要将丈夫王先生 让给他的前妻 程女士口中 丈夫与前妻的纠缠不清 究竟是的是什么 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得从四年前说起 那时的程女士和王先生 各自都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经亲友的介绍认识了彼此 很快也认可了彼此 走到了一起 可是就在程女士放下自己的工作 不顾一切地和王先生在一起之后 她却突然发现 自己这个妻子仿佛是隐形的 我跟她在一起 我在家里面上班上场好好的 她非要让我过来 她来家就跟我讲 她说我会对你好的 我就过来了 你之前你们俩不在一起生活的是吧 是认识了以后你才来到 对对对 是她让我过来的 是她让我过来的 你是放弃了原本家里的工作 来到她身边的 对 那说明你对她也是有感情的 是 我是信任她 我是相信她 我是想着跟她好好的 所以我才过来的 我过来了 她是怎么样对我的 我跟她在一起出去玩 出去散步 我走这边 她要叫我走那边 两个人完全不能走在一起 其实我当时我接受不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是有这个事 我大她12岁 可能她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我是70后 可能我就有那种比较传统的思想 就过于爱面子 然后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的 当时我是刚离分 我离分就是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那个时候我刚跟她谈恋爱的时候 一起到家边去散步 后来就碰到了熟人 我说就避让一下 我就把她手放开了 我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离了分 然后怕别人误会 我是不是在外头 有什么小三小四之类的 更多的是这样想 所以我就可能让她不舒服 但你这样想的话 你有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 我考虑过 毕竟这是重大光明的 要给她一个名分 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就是碰到熟人 心里面有个纠结 是什么事情的 因为别人都知道我有三个孩子 然后结分在武汉打拼 如果让别人看到这一幕了 就是解释得很累 就是突然爱看你 你怎么突然有一个女人呢 然后我是不是要该跟她说 我离了分呢 或者怎么样 我再分了 就说得很累 我就说没必要的情况下 我就不说 实在是瞒不住了 该跟大家讲 就跟大家讲 什么叫实在瞒不住了 当时我更多地想 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离分 我怕别人耻笑我 怕别人说你什么呢 就是离分了 你给你老婆离分 就是没几天 怎么这么快又找到了 又怀孕了 然后生了孩子 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都是估计这个感受 我理解了 我当时我是理解了 反正我已经过来了 我是跟你过日子的 你说你怕别人知道 我也认了 我就这样跟你过吧 反正只要你对我好就行 我就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你也是蛮体谅她的 对 面对王先生的这一番解释 程女士出于对丈夫的信任 和对这段感情的真实 选择了接受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种状态 仅仅是一个开始 没过多久 当丈夫的前妻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 丈夫当时的反应 和她接下来的举动 让程女士 对自己妻子的身份 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也让她的内心开始怀疑 身旁的丈夫 是否还能担得起 自己全心交付的那份信任 后来我跟她在一起吃饭 她前妻看到了 我不认识她前妻 她让我走 她说你快走 你快走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就走了 然后她前妻到我跟前 她说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说什么什么关系 然后她就给我拍照 拍完照 然后她就走了 她跟她前妻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 然后她自己回来跟我讲的 她前妻肯定会想不开的 我了解她 她前妻在前面骑电瓶车 她跟后面走了一半 各种担心 她拉着我开车子 去看她前妻 夜里面跑了两三遍 因为我也比较担心 我就跟她一起去了 然后她各种打电话 各种发信息给小孩子 我还安慰她 我说应该不会这样子 因为毕竟是她找你离婚 又不是说 你自己要提出来离婚的 我是跟你正大光明的 我没有破坏你家庭 我任何事情我没做 你又害怕什么呢 她都一直害怕 一直害怕 我也是跟着她一起害怕 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去 当她前妻那一下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又是拍照又是干嘛的 你当时你自己不生气吗 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她是谁 你后面搞清楚了以后 你不生气吗 你还跟她一起去看前妻 因为她说她担心 她前妻会想不开 我想到的是人命关天 因为她说她了解她前妻嘛 当时我最关心的 就是跟她一起担心 她会不会干傻事什么的 就想到这么多 还顾不上自己的委屈 对 我从来没顾过自己的委屈 那这件事过后呢 过后我没跟她讲 我从来都没关掉 这是我忍了 我说反正只要人没事了就好了 你到现在你回过头看这件事 还是像你当初想的那样吗 不是 我的想法就是你太在意她了 太担心她了 毕竟你已经离婚了 我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主持人 是这样我补充一下 她说的有这样的个事 但是她说 一起去看前妻什么的 这是没有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记错了 开车子 一起开车子 我记得好像没这个事 我记得好像没这个事 是没有这个事情 当时是这样的 我跟她一起 就是在我们家附近宵夜 可能是被熟人看到了 这是我猜测的 给我前妻打了个报告 她就过来看了 看了之后拍了个照 拍了照之后呢 因为我前妻这个人 她很强势 我就生怕她打她 我说你先回去 我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她到家 我也到家了 她说的那个过程 你前妻在前面 开着电动车 你在后面跟着一段 没有 没有 你跟我讲吧 你现在完全不承认了 你说了 你说她骑车子 你跟她后面走了一半 然后你回来 你完全不承认了 我告诉你 我从来不会撒谎 你有没有在她面前 表示很担心 说你前妻的性格 你清楚 万一她可能会有什么 也许我说了 我说她可能 看到我们这一幕 她想不开 但是想不开归想不开 这也 我们是合法的嘛 对不对 你有什么不舒服 那我们毕竟不是夫妻了嘛 她自己当时也说嘛 她说我也没有权利管你这个 只是说拍个照 取个证 让三个孩子知道你 她的意思就是 我在外面有女人 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先拉着她 我说你先回去 后来我是说 让你躲一下 我说她会来找上门 会被打你 就是这样的 没有说去看什么 前期之类的 哪有这个事情 你开车 你是不是指的那个垫子 你看你说灯还亮着 你看灯还亮着 去看了两遍 然后你把车子停到那边 你看就是那个垫子 就是那个垫子 反正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要是纠结 我不纠结 你始终没跟我说这个事情 我不需要再跟你老是提这事情 过去的事情 我不否认这个事情 因为什么呢 这时间长了 也可能是有这份事 我不是说不承认 也有可能是有这个事 但是不是你说的那样 这一次王先生给出的解释 程女士无法再接受 她可以容忍 在丈夫的社交圈里 成为一个小透明 但她无法容忍 丈夫看重前妻 更胜自己 因为那时的程女士 已经和丈夫生育了两个孩子 辞去了工作 一心一意地照顾这两个年幼的孩子 对程女士来说 和丈夫的这个小家庭 就是她的全世界 为了安抚妻子的情绪 表明自己的立场 王先生并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切断了自己和前妻的一切联系 这一举动也的确大大缓解了 程女士的不安 可没过多久 一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 让王先生和前妻的联系 突然变得频繁起来 也让程女士 好不容易放下了心 再次喧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